因為防疫步調不一 地方槓上中央了嗎 金門縣長在昨天晚間在臉書上 宣布今天開始進入金門 要進行快篩 不過這個快篩令在深夜就緊急 被疫情指揮中心給撤銷 指揮官陳仁中說明 金門縣沒有按照流程申請 才依法撤銷了金門的快篩令 而面對這樣的狀況 讓原本也自行宣布 同樣措施的澎湖縣 也緊急喊咖 金門縣長震怒詢問 而航站員員只敢小聲回答 23號晚間金門縣長楊正武 在臉書上發布消息 說明要進入金門 除了配合時連制 還需要提供三天內的陰性檢驗報告 如果無法就要接受機場快篩 不過這個快篩令 在深夜就被指揮中心撤銷 他講的想法上有一點也沒有錯 但希望說人的流動不要太頻繁 這個我們在指揮中心的會議裡面 就跟他講過這樣的方式 恐怕不是一個理想的一個方式 然而面對金門在23號自行發布的快篩令 指揮中心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 第37條第三項 要管制特定區域的交通 在指揮中心的成立期間 要以指揮官指示辦理 金門縣府也因為沒有經過程序 做自行公告 才會被指揮中心依法撤銷快篩令 而面對這樣的狀況 金門縣長也有話要說 在金門設快篩被拆除 最後一步 如果我們正式提出 透過合法廠商提出 進口疫苗的申請 希望CDC不要再以任何的理由來阻擋 金門縣長篩檢站才剛完成 又得拆掉 而同樣也是要進行快篩的澎湖 面對情勢也緊急喊咖 那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 希望中央優先在台灣本島來設置 為了防堵疫情擴散 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實施防疫措施 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再次強調 全國說法標準步調都要一致 也會針對三個離島的醫療量能 來進行研議 華日新聞 領悟冰城的鄭廖子 宣張榮府 金門澎湖報導